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 今天礼拜天,我终于休息了 昨天晚上还下雨,现在是晴空万里,真的不错 这两天呢,有意无意看了一个那个恒水的张同学的演讲 发了个评论,说教育应该以人为本 没想到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现在正值高考吧,所以这个话题可能是非常热 就这个问题呢,我也想就是蹭蹭热度吧 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想法 首先呢,我觉得对各种评论啊,不管是东南西北左右上下的 我都倒是理解,也确实是国内的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嘛 而且我说了千金万马走一条路 但是呢,我同时又对这种教育体制呢一直是 反正有自己的保留意见吧,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低处的 虽然我也是这个教育体制下教育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毕竟我这个年龄和现在的孩子受的教育方式还是不同的 起码我上学就是80年代啊,或者是90年代吧,85年之前 基本那种老的教育方式我觉得还是挺大自由的 尤其是文革那阵到了80年高考恢复之前 我确实是空前的自由也真的没觉得怎么学习 但是呢,我也觉得也没怎么耽误我 我先说说我个人的想法吧 我觉得作为人的教育吧 就是教育是全方位的 确实是这样,包括育人,包括知识 但是呢,每个孩子的特点都不同 我这是站在,我说这个话 所有我现在的说法是站在作为父母的角度来说这个事 就是任何一个孩子都有他的自己的特点 比方说有的孩子就特别擅长学习 书本的知识啊,人家学得很快 但是有些孩子呢,可能在别的方面呢 技能上啊,或者是体育啊什么特点 这也是正常的 其实都可能的,因为生活嘛 就是生活的状态或者生活需要的这个 就是真的是360行 也确实行常出状元 而且你要做好了任何一个呢 你都可以足够吃你一生的 并不是说你真的学习好 你就能吃一生 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啊 所以说我觉得起码要对症下药 你不能,现在就是 你要说是一个病态的教育方式吧 就是怎么说呢 乱投医 或者是呢,就投这一个医生 但是我理解现在现行的这个状态 也确实是从教育体制上 一个公共的就是环境上 应该去提高去改善 这个当然是很漫长的 因为中国几千年的科技制度 造成的一种影响 那下面呢,我就说一下我 对这个教育的具体吧 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对孩子教育 作为家庭和学校这个教育 是两个大部分吧 是不可或缺的吧 家庭那个教育呢 可能是你家庭的传统啊 家庭的氛围啊 而且父母的表率 给孩子一个带动作用 学校呢 更多的是一个知识的注入 是灌输 那呢 就是 这两个其实都是密不可分的 我觉得家庭也非常重要 但是家庭也不可能 就是在学识上教的更多 不管你就是父母了 多么专业 就是你父母是国家院士 他也是某专业的 他也不可能一个全防卫的 那这个呢 就需要一个整个学校 一个系统教育体系的灌输了 你不管是中国的 美国的 常青藤的 我觉得都是这样 但是我认为呢 孩子的一生 我觉得家庭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它是一个基本导向型的东西 这就又回归我刚才想说的了 父母既是第一任老师 第一任导师 也是建立着孩子 这个整个世界观的一个 最最亲密的一个导师和老师吧 其实我完全理解中国父母 都想让孩子更好的发展 更高的学识 恨不得博士后面 还在博士后呢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 我们作为父母 我们要孩子这一辈子 过什么样的生活 最终 我们通常想法 他学习越好 学识越高 他会有更好的生活 或者有更好的发展 不能当更大的活儿 应该是这是最朴素的想法吧 但是翻回来又说呢 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好的想一想 恶劣的例子吧 很多了投毒 季度 都是高精英的大学 美国的留学生也是 都博士级的了 光光给那个导师给和同学给枪杀了 这都是咱们国人干的事 所以说说到这点我就说 我们作为父母 我希望的孩子 他的学识越高越好 但是宗旨 我是最希望他是平安快乐的度过他一生 这个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 就是他别那么郁闷抑郁 或者看什么都纷纷不平的 那么过他的一生 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他这么过的日子 那话回来怎么才能做到这样的日子 你真正有钱就能过到这个日子吗 可能我们大多数都没钱说而在的 确实是没多少钱 也不知道富人过的什么日子 但是可能电视上都是富人为所欲为 小姑娘随便泡名车随便开 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钱多有钱多的烦恼 钱多该离婚站要离婚 该找小三站要找小三 这可能也是有快乐的一方面 但是痛苦我眼的 他自己得尝着 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可能是衡量你人生价值 你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巨大体现 但是你的人生到底是幸福不幸福 相反我觉得做一个普通的普通的老百姓 我好好的干活 好好能挣钱 能养家糊口 这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幸福 按老话或者是鸡汤了 平平凡凡凡就是一种幸福 这没什么错我觉得 你能平平凡凡的就是一生活到死 那真的就是一种幸福 老时候有一个对联嘛 可能是一个名人吧写的就是 什么也死父死而死 就是你家这顺着死的 就是大致是这个意思吧 人家说你这写的什么都是死的死的 他说你这不就是一种幸福吗 爷爷现在你爸爸之前过世了 还你爸爸可能到一定年来过世了 你最后是过世 这就是一种非常常态的一种幸福吗 你怎么能说不幸福呢 这不就挺好的事吗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挺好的事 那话要说回来 可能各种环境都不同 国内可能也不太相同 其实最不同的我觉得是导向不同 是你想法都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你为什么不建立你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起码是我相信 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强项 和自己的长处 作为父母 你可能在教育上没有时间 但是你应该了解你的孩子 给你孩子做好一个基本的导向 咱再退一万步一万步说 有些不幸的家庭 他孩子是有残疾或者是抑郁 那作为父母能抛弃吗 其实不还得照顾 而且服侍他一生吗 这就是父母的责任我觉得 就是甩脱不了的包袱 中国还好 还讲究赡养老人 其实在国外根本就没有这一条 孩子培养出来 他自己过得好就是好 但是咱不说这个 今天不是这个话题 我觉得意思就是 父母对孩子的人生导向非常重要 我知道可能很多穷困的孩子 需要通过高考来脱离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但是说心里话 你因为这个把孩子教育成一个 说严重一点就是一个狠毒的人 是一个野心的人 这真的就是他能幸福一辈子 他真的能过得好好的吗 我不太这么认同 即便是他到了北京 他上了大学 他又能生存到什么状态 他不还是躺平吗 那不如说就是他有这个能力 当然我同意 这没错 但是如果你要是很年轻 让他非得在这个 这么年轻 就在杀法决断中 这么的磨砺自己 我觉得真的是很残酷 而且呢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 今天呢我就是由于教育的话题 有感而发说说我自己的见解 我不知道到底是对是错 但是我还是希望更多父母看了更多反思 其实寻找孩子更优秀的地方去开发 而且呢我觉得多关注孩子 到底能不能幸福快乐的过这一生 而不是在巨大的压力 强烈的竞争上仇视这个社会 反社会这种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反倒是一种可悲吧 谢谢大家观看 就这样再见